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诸国简史十分钟》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罗马帝国的建立与扩张,从共和到帝制 二,意大利共和国,欧洲一体化的参与者 三,军事征服与文化融合,罗马的兴衰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罗马帝国的建立与扩张,从共和到帝制 当然,准备好了吗? 我们将要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战争与政治阴谋充斥的罗马时代 请系好安全带,我们的时光机即将启动 首先,我们得从罗马共和国说起 这个时期的罗马,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 充满了活力和野心,但也有点不稳定 共和国制度是一种尝试平衡贵族和平民权利的复杂政治体系 有点像现代的民主制度 但带有更多的家族权谋和少数精英控制的味道 罗马人在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扩张之路 他们的军队就像一群不知疲倦的旅行爱好者 只不过他们的旅行包含了大量的征服和战斗 他们先是将邻居拉丁人 伊特鲁里亚人和萨姆奈特人纳入版图 然后又将目光投向了地中海 与迦太基人进行了名为布尼战争的系列比赛 最终赢得了地中海霸主的称号 但是,随着版图的扩大 罗马的内部问题也开始显露 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加剧 一些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开始利用这些矛盾来增强自己的权力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尤利乌斯·凯撒 一个有着超凡魅力和政治野心的军事天才 他在征服高卢,今天的法国,后 不顾禁令横渡卢比恐吓发起了一场内战 最终将共和国的框架拆得粉碎 凯撒的野心和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 最终导致了他在元老院被刺杀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罗马走向帝制 凯撒的养子奥古斯都,原名乌大卫 在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后 巧妙地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成为了罗马的第一位皇帝 开启了罗马帝国时代 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 就像一个经过精心打造的政治品牌 对外维持着共和国的幌子 对内则实行帝制统治 他的统治标志着罗马的黄金时期 也被称为奥古斯都和平 Pax Romana 在这个时期,罗马的版图达到了顶峰 从不列颠到埃及 从伊比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 罗马的阴起几乎遍布一致的世界 罗马帝国的扩张故事中充满了战争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历史 它们也是关于权力 人性和文明的深刻反思 而我们,作为历史的观察者 可以从中汲取智慧 也可以为那些古老的战争和政治斗争 感到一丝幽默的苦涩 毕竟,历史有时候就像是一部精彩的肥皂剧 只不过演员们都穿着盔甲和长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意大利共和国,欧洲一体化的参与者 当然,意大利共和国 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不仅以其美食 时尚和历史遗迹文明于世 还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参与者 想象一下 一个穿着proud的政治家 手里拿着一杯浓郁的意识浓缩咖啡 一边讨论着欧洲的未来 一边在心里规划着午后的罗马假日 这就是意大利与欧洲一体化的画面 首先 意大利是欧洲联盟的六个创始成员国之一 可以说 它在欧洲家庭中的地位 就像是那个总是准备着美味晚餐的温暖妈妈 自1957年 罗马条约签署以来 意大利就一直在推动欧洲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但是 就像任何意大利家庭一样 欧洲家庭也有它的喧闹和混乱 在经济一体化方面 意大利的表现 就像是一部经典的意大利喜剧 既有高潮迭起的情节 也有让人捧腹的瞬间 加入欧元区后 意大利的里拉被欧元取代 这本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 但随之而来的是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 让意大利的经济 像是坐上了威尼斯的贡多拉 时而平稳航行 时而在波涛中摇摆 在政治一体化方面 意大利就像是那个热情的家庭成员 总是试图在争吵中调和大家的关系 它支持更强大的欧洲议会 和更紧密的联邦制 但同时也要应对国内政治的剧烈变动 这让意大利在欧洲舞台上的角色 有时显得有些分裂 社会文化一体化方面 意大利则是个绝对的明星 从米兰的时尚秀到威尼斯的电影节 从罗马的历史遗迹 到托斯卡纳的葡萄酒 意大利的生活方式 艺术和文化 已经深深融入了欧洲的心脏 意大利人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 无疑是欧洲一体化中最迷人的部分 总之 意大利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 既是推动者也是挑战者 它的参与 就像是一道丰富多彩的意大利面 有时弄得一团糟 但总是充满风味 让人回味无穷 而在这个过程中 意大利人展现出的热情 极致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无疑为欧洲一体化 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军事征服与文化融合 罗马的兴衰 好的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铁甲闪耀 战气烈烈的时代 聊聊那个古老而又充满 传奇色彩的帝国 罗马 罗马 一个起初 只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城邦 后来却像超市里的购物车一样 一路推着军队 把地中海周边的土地都搬回了家 这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军事征服 罗马人在征服的过程中 展现了他们的军事天才 和几乎可以用顽固形容的毅力 他们的军队 就像是古代版的终结者 不知疲倦 不畏艰难 即使偶尔遭遇挫折 也总能东山再起 但罗马并不只是靠见于火征服世界 他们还有一套软实力 文化融合 罗马人在征服了一个地区后 并不是简单粗暴地强加自己的文化 而是采取了一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策略 他们允许被征服者保留自己的习俗 同时引入罗马的法律 政治制度 语言和艺术 这就像是古代的文化版 石头剪刀布 罗马文化总能找到 和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方式 然而 正如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 所展示的那样 每个帝国都有它的兴衰起伏 罗马帝国也不例外 在达到顶峰之后 它开始面临各种问题 政治腐败 经济困难 社会矛盾 边疆不稳等等 这些问题就像是罗马版的 四骑士 预示着帝国末日的到来 最终 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 被日尔曼部落的首领 奥多亚克推翻 标志着古罗马的终结 但是 罗马的文化遗产 并没有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消失 它们像是种子一样 波洒在了整个欧洲大陆 甚至影响到了今天的我们 我们的法律体系 政治思想 建筑艺术 语言等等 都能找到罗马的影子 所以 尽管罗马帝国已经成为历史 但它的精神和文化遗产 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 继续发光发热 正如那句著名的拉丁谣语所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同样 罗马也不是一天就消失的 它的故事 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去探索 去征服 去融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罗马帝国的建立与扩张 以及意大利共和国 在欧洲一体化中的角色 从共和到帝制 从军事征服到文化融合 罗马的历史 充满了戏剧性和惊喜 罗马帝国的建立 是一段充满战争和政治斗争的历史 但也是人性 权力和文明的深刻反思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智慧 也可以为那些古老的战争和政治斗争 感叹不已 毕竟 历史有时候就像是一部精彩的肥皂剧 只不过演员们都穿着盔甲和长袍 意大利共和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参与 则是一出充满戏剧性的喜剧 它既是推动者 又是挑战者 既有喧闹和混乱 又有美味和艺术 意大利人的热情 机智 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无意为欧洲一体化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最后 我们回顾了罗马的兴衰 军事征服与文化融合 罗马帝国的崛起和衰落 告诉我们任何帝国都有它的兴衰起伏 但它的精神和文化遗产 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罗马帝国的故事 意大利共和国的角色 或者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观点 想要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